來 開始寫重點 第一點寫上去 什麼叫速度 解釋名稱 什麼叫速度 速度是用來幹嘛 不是測量 表示快慢啦 表示快慢寫上去 速度好快喔 一下子就把功課寫完了 好 快慢 表示快慢 好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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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花得越少可是跑得越遠 時間花得越少可是跑得越遠 時間少距離遠 時間少距離遠 要代表什麼意思 越快 所以 所以你要看一個人動作快不快快不快 你要計時也要什麼 計算他做的事情啊 聽得懂嗎 所以你要考慮什麼 速度 速度 你要考慮時間 你要考慮他花掉的時間 你要考慮什麼 他完成的事情嗎 會不會 我們通常這裡是距離 我們用距離就好了 不要寫 好 再來 舉例子 好 看了 第一個人二十公里五分鐘跑完 第二個人二十公里十分鐘跑完 第三個人二十公里十公里十分鐘跑完 啊你比一下你覺得誰是最快的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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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跑得遠 然後路 直列的時間 後路 這三個人 誰的動作最快 為什麼 為什麼 你比這兩個人一下好不好 你跑完二十我也跑完二十 你跑完二十我跑完二十 這跟跑馬拉松一樣嘛 聽不懂 人家五分鐘跑完 跑完你十分鐘才跑完耶 跑馬拉松嘛 二十公里二十公里 一樣的事情 一樣的事情 可是你花五分鐘 人家花十分鐘 人家才 你才花五分鐘而已 所以你花的時間比人家少啊 表示你很快就跑到終點了 懂不懂 所以他比較快 那請問你 那這兩個人 你看他花十分鐘 他花十分鐘耶 可是他做的事情比你多啊 懂不懂了 有時候他動作比你快 懂不懂 懂不懂 所以你比一下這兩個 誰快 因為他時間花的 少 時間花的少 有沒有看到 時間花的少 有沒有 啊這裡咧 為什麼這個速度快 因為他做的事情比你多嘛 會不會跑得比你遠 懂不懂 所以這裡寫上去 這裡最遠 而且呢這裡是最少 進來 謝謝 幫我放著就好 謝謝 所以一比一比就知道這個是動作最快 再來呢 他贏過他 再來呢 他動作又贏過他 速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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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就是用來表示快跟慢啊 動作快還是動作慢啊 速度速度你的速度不快 所以速度速度速度就表示什麼 用來形容快不快懂不懂 懂不懂 懂齁 懂還是不懂 懂齁 啊你要看出這個人動作快還是動作慢 你要考慮 考慮他 花的時間跟 做完事情 花的時間跟做的事情 花的時間跟做的事情 懂不懂 懂不懂啦 懂齁 你要考慮兩個因素喔 你要考慮兩個 我時間花的比你少 我比你快 啊我做的事情比你多 所以我比較快 會不會了 所以你要考慮兩個東西 懂不懂 啊這兩個相比咧 更不用講了 我時間比你少 我做的事情也比你多 所以我大大的超過你了 懂不懂 懂不懂 所以你要考慮兩個因素 一個就是時間 一個就是距離 一個時間一個距離 啊注意看了 注意看這邊了 注意看了 來 畫箭頭 畫箭頭 好 那我們可不可以單純一點 以後只要比一件事情就好 注意看這邊了 好 所以我們就發明一個東西叫做速度了 我們就發明一個東西叫速度囉 速度 速度就是在做一件事情 規定相同的時間 聽懂懂 好了你看這邊來 我問你了 二十公里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五分鐘跑完 那表示每分鐘要跑多少 四公里 是不是四公里 會還是不會 會不會了 所以我找出每分鐘的來 來換這邊也希望找出每分鐘 除以十分鐘 所以一分鐘呢 表示跑完多少 兩公里嘛 再來換這邊 十公里 分成十分鐘來跑 所以表示每分鐘 一公里 啊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了 現在大家都是一分鐘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發現 啊變成一分鐘的時候呢 我就來比誰做的事情多了嘛 會不會了 會不會了 懂還是不懂 懂齁 懂齁 好寫上 好啊所以你就發現它是最大 這裡是中 這裡是小 啊你就不用一下子考慮時間 喔 你就不用一下子喔 比一下時間 喔這邊比一下事情 懂不懂了 你只要算出來就可以直接比了啦 懂得沒 好了嗎 還沒喔 還沒喔 好了嗎 好看你熟不熟 好來看這邊了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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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來比快慢 比快慢 比快慢 懂不懂 速度就是算出來比快慢 快 慢 會不會了 時間少 距離遠 所以你要比時間也要比 距離 要比時間也要比 距離 所以時間少 距離遠 9月快 時間少 距離遠 時間少 距離遠 好 比快慢 速度是用來比 快慢 比快慢 比快慢的時候你要考慮時間跟考慮距離 所以呢 怎麼表示卻快 時間少 距離遠 會了 這裡開始 算成這樣子 算成這樣子 就是表示 大家都是限制 一分鐘 懂了嗎 懂不懂了 懂了齁 麻煩你在下面畫一個大瓜 還要接著寫 我沒有位子了 怎麼可能會沒有位子 沒關係 往下寫下去 好 好 換完了 好 大瓜號畫好了嗎 好 我方法要寫給你了 距離除以時間等 三角形以前有學過嗎 有 好 有齁 距離什麼時候 平均有學到 距離時間 速度 好 寫上 距離除以時間等於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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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下來算下來是處還記不記得 三角形算下來是處還記不記得 還記得好 距離除以時間等於速度 距離除以速度等於 時間 時間等於速度 還記不記得 我們之前學過三角形是什麼 平均 平均 平均喔 所以這裡是平均對不對 這裡是 總和 總和 個數 個數 個數還記不記得 所以總和除以個數就是 平均 總和除以平均等於 個數成平均等於 總和 還記不記得 還記得齁 還有什麼地方你學過三角形 直速 直速 直速上一半 那不是 嗯 有空 有空 好 所以接下來距離時間 速度 距離時間 速度 好 再來寫上去 好 嗯 怎麼寫 來這裡寫上去 好 算完就是限制了 懂不懂 好 那所以除分鐘就是限制一分鐘 除 小時就是限制 大家限制一小時 再來除一秒就是限制一秒 好 算完呢 如果你是除分鐘 就是大家限制一分鐘 除小時就是大家限制一小時 如果是除秒鐘 就是大家限制跑一秒鐘 那這個東西就叫什麼 分數 停速 秒數 好了嗎 講完啦 講完啦 會不會講太快 能懂這個方法的目的嗎 能不能懂這個方法的目的 我為什麼要明這個方法 蛤 來 這兩個速度誰比較快 老師他跑得比較多 所以他比較快啊 狗屁啦 他花的時間比較多耶 老師他時間花的比較少 所以他動作比較快 不行啊 人家做的事情比你多啊 所以注意聽我講 你一下子要比時間 比出來他時間花的少 你以為他快 可是比事情呢 你又覺得他跑得比較遠 他比較快 那到底誰比較快 所以我才跟你講 我才跟你講 所以你要去限制他們 懂了沒 所以你把5公里除以2分鐘 表示他每分鐘跑 6除以呢 4呢 他每分鐘跑 你都限制了這樣不是比較好比 懂不懂了 懂不懂了 懂了齁 限制時間 速度其實就是限制時間啦 限制時間 然後算出他做的事 算出他做的事啦 懂不懂了 懂不懂了 所以最後誰比較快 卡 卡 懂不懂了 懂了沒 所以速度的好處就是限制之後 速度的好處就是不用 你要時間少距離遠啊 速度是用來什麼 比快慢 速度用來比快跟慢 速度那怎麼樣才是再比快 時間少 距離遠 聽得懂 時間少距離遠 聽得懂 可是如果不一致的時候呢 沒有一樣的時候不能比咧 那你就要限制 所以就要算速度了 懂不懂了 懂不懂啦 那我請問你 這樣子你會不會比 一看也知道誰換 他嘛 用到時間少嘛 如果如果如果 這裡 如果這樣子呢 誰換 為什麼變他了 那距離遠嘛 會不會了 會不會了 那如果你碰到沒有 兩個都不一致的時候 那你就不能啊 所以你就要算 速度 速度就是限制 時間 會不會了 會了齁 真的懂意思嗎 真的懂意思嗎 所以記起來距離 所以 誰 這裡 距離 速度 距離 速度 距離 速度 太慢 FREU 速度 速度 距離 速度 速度 距離 速度 太慢了 你 restriction 速度 距離 速度 距離 速度 會了嗎 好 第三頁翻開 第三頁開始 三四五頁 每一頁畫一個三角形 畫這個三角形 這樣大起來就可以了 你問的問題都好特別喔 不要太大啦 你要大到哪裡去 有點太大 而且L都畫到第五頁 好 在三分之一的那個位置就夠了 也不要太小 好 畫完三角形 之後要把你每個三角形上面寫上去 距離 時間 速度 矩時數 寫上去 寫一個字就好了 距離時間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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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畫到第五頁 第五頁 對 觀念講完了 對 距離時間速度 好 距離時間速度 距離時間速度 寫上去 好 一定要知道每個位置放什麼 好 哈 好 哈 好 哈 好 好 好 哈 好 哈 再來 再來 好了沒啦 再來換單位換上 來下面 又一個重點 這裡要講完 好那限制小時叫什麼 限制一小時跑的叫時速 限制一分鐘呢 分數 限制一秒鐘咧 秒數 好先不寫喔 再來 頭頭頭頭 喔 回去都不整理 時速是限制跑一小時 大家都跑一小時 懂不懂 懂齁 阿水跑出來結果有三種 阿如果是飛機咧 你覺得它每小時是跑多遠 是公里還是公尺還是公分 公里 阿如果 如果是人咧 公尺 如果是螞蟻咧 公分 瓜牛可能是用公分喔 對不對 會不會了 分數 阿數也有三種 分分支 公里 分分支 公尺 分分支 公分 再來 秒數也三種 秒分支 公里 秒分支 秒分支 公分 公分 會不會了 所以一共有幾種 一共有九種 一共有九種 一共有九種單位喔 會不會了 時數是什麼 叫時數 一小時 一小時跑 這個數就是跑的意思啦 所以 限制每小時跑的 限制每小時跑多少 限制每分鐘跑的 限制每秒鐘 跑的 限制 一小時跑的 欸 觀察一小時 限制一小時去看它跑多少 每小時跑的 會不會了 那 分數就是 限制每分鐘跑的 秒數就是限制 每秒鐘 會不會了 啊因為工具不一樣 所以有可能是公里 有可能是公尺 有可能是公分 會不會了 會喔 那我問你喔 這九種怎麼換來換去 好 舉例子 你好了 你好了 來 這是你一小時跑的 你已經知道一小時跑囉 一小時跑這麼多 一小時跑這麼多 那請問你呢 那你一分鐘跑多少 那是不是要把這個 一小時 一小時分成六十份 每一份就是 每一份就是 一分鐘啊 會不會了 會喔 所以這是一小時跑的 這個叫 一分鐘跑的 這個呢 嘿 再把一分鐘跑的再分六十份 裡面每一份就叫一秒鐘 懂不懂 所以這個叫十數 這個叫 這個叫 秒數 分數 十數 分數 秒數 分數 秒數 分數 分數 十數 分數 秒數 分數 秒數 秒數 分數 秒數 秒數 十數 分數 秒數 秒數 那請問你呢 如果你知道你一秒跑的 這是你一秒跑的喔 這麼短喔 這麼短喔 這是你一秒 花一秒跑這麼多喔 那一分鐘咧 乘六十 所以來注意看了 當你知道一秒跑的時候咧 那變成一分鐘咧 要怎麼辦 乘六十 會不會了 這個變上來乘六十 這個變上來乘六十 懂不懂 一分鐘知道之後呢 那請問你一小時咧 再乘六十 繼續跑嘛 繼續跑 懂不懂 懂不懂了 懂齁 那請問你 這是一小時跑的 那變成一分鐘跑的咧 找其中一分鐘 所以除六十 好 一分鐘知道之後 找其中一秒 再除六十 會不會了 會了齁 再來換這邊 那公里換公尺咧 那只是長度的講法而已啊 公里公尺是一樣 所以公里換公尺 亂 誇張 這個都還不會喔 公里不是一千個人手拉手嗎 那 再來一公尺咧幾公分 一百 一百 好 公分換公尺 除一百 除一百 公尺換公里 除一千 除一千 啊有沒有發現 這裡就是一小時一小時一小時 只是講法講法講法不一樣而已 會不會了 會不會了 好 我一小時 我一小時跑兩公里 那換句話說 就是一小時跑 多少公尺 兩千 我一小時跑兩千 你一小時跑兩公里 誰比較遠 是一樣的 所以公里公尺 公里公尺只是換來換去而已 懂不懂 懂齁 是不是跟一般的換法是一樣的 會不會 會齁 再來 那請問你了 來這是小時 一小時幾分鐘 六十 一小時六十分 兩小時 一小時 所以小十換分鐘 怎麼這裡不一樣 為什麼這裡小十這裡分鐘 為什麼這裡除六十 好怪齁 一小時不是六十分鐘 兩小時不是一百二十分鐘 三小時不是一百八十分鐘 不是乘六十 那為什麼這裡 這裡小十啊這裡分啊 為什麼是除六十 因為這裡 這裡指的不是時間 是指它跑的 聽得懂嗎 這個 所以這個只是限制而已 這是限制時間 然後呢 結果是跑多少 是跑的 懂了嗎 所以這是限制一小時 跑的 跑這麼多對不對 那一分鐘 怎麼辦 好來看了 秒數變分數 變秒數 變分數 變時數 變分數 變分數 變時數 變分數 變秒數 變分數 變秒數 變秒數 變分數 變分數 變時數 變分數 變時數 變分數 變分數 變秒數 變分數 對 一秒跑的變成一分鐘跑的,是不是要繼續跑 懂不懂,一秒一秒一秒繼續跑 會不會了,乘六十 那一分鐘一分鐘一分鐘 連續六十分鐘一小時 懂不懂了,會不會了 所以來時數變分數 分數變秒數 懂不懂,所以記得它不是時間 它只是限制而已 結果是公里,結果是多遠 懂不懂 所以這裡是要成還是除 除 所以跟時間有一樣嗎 不一樣 不一樣喔,要小心喔 來,寫上 第一頁,下面 好,待會兒 換你做動作 好,長度,你就看到長度 就正常換就好了 可是時間要小心喔 要比一下走勢喔 這裡麻煩,就是麻煩有九種單位 所以很容易出錯 你們這個單元 在學校都是一個很難的單元 你們同學都很容易錯 啊,你開飛機 他開摩托車 你用爬的 好,給你們一小時走 結果他可能十分之公里 他開摩托車十分之公里嘛 他開摩托車十分之 他用什麼 摩托車喔 十分之公尺有點誇張啦 十分之公尺 啊他用爬的 所以十分之公分 會不會了 會不會啦 會齁 所以九個讓你背 你可以背很熟嗎 十數三種 十數有三種 十分之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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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里公尺公分 十分之公尺 十分之公尺 所以就記起來下面都是十十十啊 十分之公里 十分之公尺 十分之公分 啊分數有三種 分分之公里 分之公尺 分之公分 秒數有三種 秒分之公尺 會齁 會齁 所以一口氣九個 分分之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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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分 來啦 分 分 會齁 好來 手開始比 秒數 比 不是問題 我問你比 比出來秒數長這樣子 最短的再短 秒數是這樣子 分數 一分鐘跑的 變多了 懂不懂 因為這是一秒嘛 再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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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個一秒 一分鐘了 一分鐘到 懂不懂 那 時數呢 分數 秒數 分數 時數 秒數 時數 秒數 分數 秒數 分數 時數 秒數 時數 分數 分數 時數 分數 秒數 會不會了 好 回答我囉 自己比 閉整眼睛 秒數 變分數 做什麼事 對 所以你只要會比 就會算了 懂不懂 秒數變分數 三六十 時數變分數 所以六十 分數變秒數 所以六十 秒數變分數 分數變時數 會不會了 會不會了 所以你只要知道 你拉開了就是成 變小的就是除 會不會了 會了 OK來 看題目 請問你 來 這個東西 這裡 換成 這裡 換成這裡 怎麼換 成一百嘛 知道一分鐘跑幾公分嘛 然後再來 分六十分就是一秒鐘嘛 會不會了 會了 好再來 再來請問你 那從這裡到這裡 從這裡到這裡 從這裡到這裡 知道一分鐘了 那你就跑六十分鐘 就跑一小時了 所以乘六十 然後 對 會不會了 好請問你 從這裡到這裡 從這裡 從這裡 對 乘六十 會了 好再請問你 那從這裡到這裡 對 會了 會了 那請問你從這裡到這裡 對 啊 有人講說先除六十 然後再乘一千 乘一百 也可以 會不會啦 真的會了 由真的 可以 不要 琛 谢谢大家